哈哈哈 今天要開箱 今天要開箱 這麼多東西 my bra 之前我寫文分享過 在一個品牌裡面要找到 小胸部跟大胸部的尺寸 其實有時候不是這麼容易 妳覺得咧? 我不知道我只有注意大胸部的尺寸 所以就是照妹來試看看 胸部大或者是巨大的女孩子 其實也非常的多 真的要找到就是 適合自己的也不是這麼的容易 對 反正就是要試穿 而且其實除了適合自己之外 還有要看衣服 有時候外型喜歡 穿起來又不一定那麼喜歡 對啊 有時候舒適的就是看起來 比較醜一點 那總之這家呢 選了這些來試穿看看 然後看就是 感覺如何的 跟大家分享 試穿報告 好 不是這樣 我很多 但是還有睡衣啦 不知道我老公會不會喜歡 主要是看身材 內衣很重要啦 主要是看身材 主要是看身材 好來看整體啦好不好 好 還有一些新款我有選的 其中一個新的 MALA系列 他們的自訂款 不是大眾 打出來版型的那個感覺 我都跟你同款的 然後就小 小很多 它這個尺寸是寫到 70G 看起來好像有比我 平常的內衣小一點點 很淺 就淺卑 但實際上怎麼樣 我覺得內衣還是要試穿看看 這一個是 我看一下 它寫75B耶 這邊有個C 32C 對 等一下我兩個都試穿看看 這個款式跟房間真的不太一樣 下面整個包覆的地方是沒有做鋼圈 胸部肋骨這邊的壓迫感就少很多 應該看起來是還滿輕鬆的 這樣子有點直角型的設計方式 跟一般就是整個用水滴型的設計方式 好像感覺不太一樣 這裡面有透氣孔 就是運動的時候 在排汗上面就是一個優勢 如果你去運動的時候 你穿這一款感覺應該是還滿舒服的 OK好 試穿起來 同一款 尺寸不同 我亞洲尺寸的話是 32G 但是常常還是覺得不太合 我是70C 其實我下圍還是沒有到70 所以這件來說 就是我要扣到最緊 所以就是如果下圍是 65的人 可能就是真的會覺得 鬆的感覺 我的你會覺得就是我整個好像包很多 有耶 把你的胸部往內 推推推 它沒有那種感覺 你說穿起來沒有那種 對 完全不會 把它推進來的感覺 而且這是無鋼圈 國外就是如果做那種 無間帶內衣比較貴的 它就會打那個鋼條去修飾你的身型 就比較可以撐得住 大胸部的內衣 國外有一些也是會 就是把鋼條放在旁邊 稍微固定它一下 對 就是不要讓它往後跑那麼多吧 你知道胸部比較大的女生啊 就會到一種就是這邊好像也都有肉 所以要稍微就是往前 剝肉一點的感覺 如果你想要展露乳溝的話 它是開很低的 比一般的內衣的下面一點 我現在是穿32G 仔細看的話有稍微壓一點點 不會到不OK的感覺啦 如果說你想要讓你的胸部看起來豐滿一點 其實你就是穿這種稍微壓到一點胸的感覺 動一動其實就OK 對 你有時候就剛剛好了 其實你稍微有一點壓那個溝可以往後弄再長高一點 它是脫得還滿漂亮的 你無鋼圈內衣來說就是脫得還不錯 這件感覺就是穿起來好像要比你平常的內衣看起來還要再豐滿一點 這裡啊 比較飽滿的感覺 比較有氣球感 對 中間如果被擠過來就會有大家喜歡的勾勾 對 對 就才會有事業 它是三個勾的 我自己個人的喜好我不喜歡三個勾的 然後我也不喜歡胸部被擠到很中間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比較難呼吸感受問題 所以你現在會覺得難呼吸的感覺 有一點 不是直接內衣設計的不好 而是基本上比較集中脫高款的 就是會比較不舒服 所以這就是胸部真的很大的人會有這種困擾 可能一以下被脫高的時候 可能還比較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看你有沒有需要這個效果 但我覺得有這樣子集中脫高的內衣是還不錯的 因為有些衣服或是有些場合 勾勾這麼深的必要性好像還不錯 我穿黑色的看看 效果應該是一樣啦 只是這個尺寸有稍微大一點點 好 這個是黑色的 我覺得它這個系列是實用款啦 萬年百搭款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就是感覺穩定性很高 它的肩帶也是做很寬 T-shirt bra那種感覺 你不想要任何出差錯 然後也沒有特別要露內衣 偶爾露一點勾的感覺的時候 對啊 在台灣基本上也只能露勾啊 沒有啦 或是不露 露肥半球啊 我覺得啦 因為我們兩個都沒有很喜歡很集中的感覺 但這件的集中感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覺得單穿我還蠻喜歡的 但是比如說像我衣服穿上去的時候 這一種內衣的話 你如果穿這種高的啊或鬆的啊 就非常不適合 這種鬆散的啊 你就是要穿這種 胸部看起來比較平的內衣 就會看起來有一種寬鬆很自然很舒適 只是剛剛好不配這個啦 假設你是穿這種這樣修身的 看起來就是瘦子 然後如果你要低胸的話 就是那個男生喜歡的類型 對 就是這種感覺 這就要穿類似這樣 就是要這樣子的感覺 今天走寬鬆路線的話 這件衣服真的很不適合 對 也沒有那種 另外一種鬆散內衣的舒服感 對 就是不同的感受 對 對 對 再來 換其他的 他們的睡衣系列 就是這款之前就有的是 這個是新色的粉藍跟粉紅 我妹他是選黑色的 我覺得很夏天欸 欸 好舒服的感覺喔 還蠻小清新的感覺 我蠻喜歡這個顏色的 藍色嗎 對 感覺標準配備就是黑色 白色再來就是粉色的 對 他的蕾絲 他的蕾絲也有彈性 這有一點彈性在 好 這也是NARA系列 其實我好像第一次穿這種 就是下面有連著的 我也是欸 因為通常這種都是沒有那種罩杯 這個就是你想要跟老公 或者是男朋友有點情緒的時候 或者是想要讓自己就是 感覺很性感的時候 肚子又有一點肉的時候 這件就非常的適合 你就不會覺得就是做下來有肥肉啊 會覺得很不自在 因為如果說你就是 只是穿那種 比較廉價的性感內衣 情趣系列的性感內衣 基本上就是要完全沒有醉肉的人 其實我覺得就算model穿 他也只能在特定的姿勢 才沒有肥肉擠出來 有一點肉肉其實是 性感的感覺 沒有有肥肉是好的 只是就是那個很便宜很廉價內衣 就會把你那些醉肉弄穿 對 肥肉跟醉肉不一樣 對 就很像綁五花肉那種感覺 但是基本上這個內衣他 我覺得他就還蠻不錯的 就是把你的胸部 歸到一個很理想的位置的同時呢 女生基本上很瘦 地方應該就是下尾嘛 如果說下尾這樣散出來的感覺 就是很維美 然後性感 然後同時又可以幫你遮住很多 不想要被看到的缺點 我覺得我好像應該真的要運動 不然這邊的肉漸漸都跑出來的感覺 哎呀 我覺得運動還是有差 就是這個 對啊 我昨天寫了 自己寫 七分靠飲食 兩分靠運動 一分靠天生 年紀越大越明顯 基本上就是飲食絕對是最大的影響 但是你就是要整個就是線條 很好看到老 其實就是還是要靠運動 不規則下完其實還蠻美的 對啊 飄逸感 但是我覺得後面真的好美喔 我覺得拿這個 我有一種Elsa的感覺 Elsa有欸 這種Details應該是女生喜歡 這應該沒感覺 那這應該就是馬上升到八點 那我下次拍一集 就是我在換衣服然後 我叫我老公來看 然後看他覺得好看什麼 教他評論 對 可以 他覺得好看的地方是什麼 他可能就是 喔這個溝很深 然後後面這個小小的 他可能不管 那個是S的 然後我的是M的 我覺得他應該就是 一照杯和那個夏威來分 我是覺得 還好的同時就是其實有 壓出來啦 收腰一點 但是作為性感內用還不錯 算是有質感的性感睡衣 感覺 我對蕾絲真的非常挑 蕾絲的鏤空感跟就是 他整個設計我是 非常的偏執 就只是我看他不順眼 所以我之前沒有特別想穿 但穿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的就是 質程度真的不錯 然後加上下白的垂墜感 想要把這件穿在睡袍裡面 然後不經意就是把睡袍弄下來 內心很多場景 總之就是我穿起來之後 就是對他好感度大增 我自己喜歡的蕾絲 其實基本上就是那種 上萬好幾萬 然後我會買不下手的蕾絲 對 所以說 我不是在挑剔他 而是就是我眼高手低 之前就是買一件就是 上萬塊的內褲 然後就是因為真的很高級 斷面很快就發霉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也捨不得了 好的東西 有時候真的就是會這樣 對 台灣氣候不適合買那種 真的太好的 有些太好的那種材質 很快就壞掉 對 抗菌其實是OK的 比較實穿啦 我這顏色好像小仙女喔 看起來比較年輕欸 這個顏色比較年輕 對 看起來比較年輕 所以就是如果想要青春感的話 就是 是這種粉嫩十六歲的感覺 真的喔 十六歲 不行喔 小女孩十八歲才能穿這個喔 我最近好像也是會有一點點牙 男生就喜歡這種牙的感覺 就是要暴如 我之前不知道為什麼覺得牙胸 對我來講 你沒什麼反感就是了 對我完全沒有反感 然後就發現很多人 對於有沒有牙胸這件事情 是非常在意的 就是比如說T恤會看到 很明顯就會在意 對對對對對 後來才 比較有感覺 那要看衣服啦 我覺得看衣服 我跟我妹同款的 這件真的就是有牙胸 我沒有那麼在意 它有一個蠻特別的設計 背後 我覺得它開的這樣子的感覺還蠻美的 就是下胸圍的位置 比一般的還要低 一般來講是在這個位置 很多會有漏背的衣服 對很多背它會挖比較低一點點 這比較像運動內衣的那種鬆緊帶 這件是沒有鋼圈的 這個肩帶比較低 所以會跟你以往穿內衣的感覺 有點不太一樣 脫起來感覺是還OK啦 穿起來感覺我還蠻喜歡的啦 但是我比較沒有很喜歡這個 我個人就是有點想要走露如狗系列 如果你喜歡穿搭美背款的那種感覺的話 這件我覺得算是還蠻必備的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角度蠻美的耶 沒有看到過的感覺 對 不是做很深的背 只要背比較淺的 對我來講 還是有一點點壓迫的感覺 我覺得鴨胸的好處就是 勾會很明顯嘛 這樣摸它就會有叩叩叩叩叩的感覺 把胸部這樣子叩叩叩叩叩叩 一個五顆星來算的話 四顆星有 其實四顆星就還蠻不錯了耶 基本上這件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美背 它的衣色還不錯耶我覺得 對 尤其前面有一個這個 其實以前我不喜歡前面有一個這個耶 我會覺得是多餘的 它這個真的搭得還不錯 這件蠻特別的設計是這邊有一個勾子 這邊有勾環嗎 然後把它勾起來 就是一種很美背的感覺 有沒有性感 那個叫坦克背心石這樣挖空的 就還蠻適合 一件兩穿 鬆開是這樣子 就感覺如果有挖空的背的時候 就可以整個露出來 就算就是衣服有不小心掉下去 露出來也不會覺得好像 欸唷你曝光了 同款小內內系列 就是它後面有這個 它雷絲選的還不錯 雷絲常是可遇不可求 它有一個這個 在屁屁的地方還不錯 小雷絲 是 好 換 我們剛剛前面是都一樣寬 然後現在呢 就是沒有 就是我們自己選 可能就是想要試穿看看 然後覺得好像還不錯的 運動跟睡覺都可以穿 下面沒有剛選 它是現在這裡 襯墊 薄墊 它是真的很薄的那一種 歐美系派的露 一點激突一點點 對 而且超多國外付洛哥都這樣子欸 這個就是 比較走自然派 對走自然派 或是你穿比較寬鬆 比較高領 然後穿這種比較 壓扁一點感覺的內衣 就會看起來很瘦很骨感 非常時尚 我這一款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對啊 我也整體感 我也還蠻喜歡的 乾燥玫瑰的那種 很有質感 有點斷面材質的那種感覺 微斷面的 我妹竟人就是很開心稱讚的感覺耶 對啊 我又喜歡 運動起來 對啊 還不錯 不會太內衣感 然後又露很多 就是還蠻舒服的 對 然後就是這一件就是 整體 我覺得我會給它蠻高的評價 背後有三個釦子 裡面有鋼圈 包覆是在包到 胸部側邊比較高的位置 整個側邊很包覆的感覺 看著胸部 拖起來的感覺 肩帶也有做 其實蠻寬的 對 可以放秤墊 但基本上 這種尺寸就不太需要了 它上面有這個 蜜桃粉的感覺 對蜜桃粉 我覺得就是這不是你會選的內衣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你好像不會穿這種粉色 跟這個花在這邊的感覺 不會 我跟你說 我試穿之後就很想跟大家推薦這件內衣的關係 是因為這件內衣真的就是很舒服 這是我今天試穿他們家內衣 就是穿起來覺得最舒服的內衣的款式 就是我一開始看到沒有想穿著這件介紹 那穿起來之後我就會覺得 欸 還蠻舒適的耶 就是穿在裡面 不會露出來的話 不會選擇這件內衣 但是我覺得蕾絲喜不喜歡 真的就是我個人的喜好 鋼圈內衣裡面我覺得真的就是還蠻舒適的 就不會覺得有厭惡 覺得為什麼要這麼厚的東西在後面的感覺 不會覺得很緊很不舒服 或者是壓胸感啊 或者是有胸悶 或者是壓迫感 我就是會想要穿著它 好 換下一件 這件其實就是 我覺得它很脫高集中 尖出來的感覺 鏡頭上看起來很美 對 在鏡頭裡面看起來也還蠻美 因為之前有聽到 有些是下面比較平 然後上面比較飽滿 然後有些是下面比較飽滿 上面比較平 那這一件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它很脫高集中 所以我沒有特別喜歡 因為我就是沒有特別愛過高集中 沒錯 就像他講 對我來講會比較有胸門 或者是壓 下面比較有壓到的感覺 做得很貼合我的下位 這專櫃內衣就是覺得這樣子是 標準款對不對 標準款對不對 但我穿起來就會覺得 有一點點無法呼吸 所以我自己是不會特別選 就以你來選 對 以我自己的喜好來講 不是特別喜歡這種 它標榜 這件是什麼 清涼感耶 清涼感的內衣喔 但我沒有特別感受到 因為現在天氣還涼 這件我的直覺 就是以男生的視覺感來說 會覺得 因為它是做好像有點尾透的感覺 假裝是透感 我覺得是男生會喜歡的感覺 我的胸部基本上就是男生會喜歡的感覺 不好意思 好嗎 好爛 好不要臉喔 總之我覺得這件的優點 就是就是集中拓高的非常的好 但是我自己不喜歡的點就是有點壓迫 因為你本來就不喜歡很持中拓高的 對 這就是傳統那個台灣內衣 專櫃小姐 可能會想要我選的款 是 但這個桃紅很有質感 我自己覺得就是會覺得 穿起來很輕鬆的是這個 secret內衣 就是這樣很樸素 但我覺得就可以穿起來 覺得很沒有壓力很輕鬆 你如果去上班的話 你不是會穿那種襯衫嗎 你就是穿那種很修身 它這個就可以讓你看起來比較瘦 然後當然就是你不要穿太高領 比較垂墜感 然後比較低胸 這件就會讓你看起來就身材非常好瘦 好 我剛看到我妹穿上這個呢 我覺得它有一種 性感女強人的感覺 有些是直接很性感 但這件讓我的印象是性感女強人 就是越單純但一點點花樣的 可以展現出來你本身的氣質 喜歡這件嗎 可以喔 可以對它來講其實就是很不錯了 但是這件 這邊很大片的感覺 這邊有滿滿的布 對 滿滿的布 好處就是感覺不管怎麼動 我前面的肉不會亂跑 胸罩感覺比較不會移位 因為它整個就是做得抓得很緊的感覺 如果你就是需要安全感的女生 就覺得你胸部一定要在那個對的位置 不要亂跑的女生這件就是很適合 就個人適合 對個人適合 這件它不是那種要把你脫起來脫得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它 我是因為好像可以在海島國家的時候 穿這個然後配一個就是比如說長裙 對 就可以很輕鬆自在走出去的感覺 我喜歡這個 它就是有一種波西米啊很奔放的感覺 就感覺你隨便戴一個大耳環啊大帽子啊 就會很好看 大裙子啊然後路邊喝酒瘋狂就會覺得 我自己喜歡這種感覺 它旁邊是沒有特別包覆的 性感側乳的感覺 對啊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耶 好然後這個後面 我覺得這真的就是找一個在海島國家可以傳出去的感覺 對啊 就是可以單傳出去 而且它的紅好美喔 我當時看到也是覺得還蠻喜歡的 露出這種蕾絲和顏色的會覺得也是故意露穿然後很美 這蕾絲直接縫在這個墊子上面不會有點突出來 對但是這個又不是厚的那種 走一個就是休閒然後想要穿搭桿 這是它的那個內褲一組的 黑色同款的 好美喔 所以你就是因為它這個這個睫毛蕾絲的感覺 還蠻喜歡嗎 我覺得它上蕾絲的感覺好美 真的喔 有點彈性嗎 但它真的自己試穿最準 OK好換 這一款其實名字就是羅馬浪漫 我還蠻喜歡的中性感 內褲 還蠻特別的耶 異國風采 但是又是有個性的 好這個什麼 阿拉伯充金感 穿起來沒有這麼阿拉伯感 下面是就是有點這樣鬆 它不是完全貼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後面是這樣子 有點飄逸感的蕾絲吧 這邊擔心有肉的人它是稍微可以遮住 但基本上我覺得這一款蕾絲就是 跑起來一點的感覺 但是沒有到就是比如說跑到這麼誇張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鬆度的 所以它可以這樣子垂墜下來 那個視覺質感是還蠻不錯的 好這件波浪不規則型感覺的 睫毛蕾絲 所以我就很想要試看看 交叉呢 我個人沒有到很喜歡啦 這個存在的必要性 基本上就是把你的胸部 往中間拉一下 更就是 這有可能是一個暴如路線 差不多2.5公分吧 的感覺 這個內褲它也是那種波浪型 不規則型的感覺 配合內衣的設計 我也會喜歡小細節 微露屁股溝喔 對 微露屁股溝 這件也是可以展現美背的感覺 因為它也可以那個欸 扣起來欸 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覺得繫帶的勾勾 把它做成X型就是很美 然後這面我覺得 很擠嗎 很爆嗎 很爆很爆 對它有爆感 它這個蕾絲穿起來也是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個有鬆緊盒 它的作用 對阿它的作用真的就是 把你的勾往上拉長 對 這個蕾絲它是做到這邊 它沒有出來 我覺得這比較屬於一種 勝負內衣的感覺 想要視覺感 讓它激起它的 無限的衝動 四性的指數會飆高 你穿上這件的那個 胸部不自覺的就可以想要 停起來然後這樣搖兩下 那種感覺嗎 就是差不多 小胸女生來說其實是會 還蠻喜歡的款式 好我要換下一件 好這個 就是它的睡衣系列 浪漫性感路線的感覺 整體感其實是我會喜歡的 其實跟勞工去度假的話 有可能會穿的感覺 穿去你知道拍IG照 荷葉的感覺還不錯 那這件還是有點花俏啦 因為它這邊又還有這個袋子 但是我 我想要綁 你看它這個有蕾絲的 又有這麼大的荷葉邊 穿那個更俐落簡單的內衣來搭設計的話 我會覺得還蠻美 裡面不要穿剛好那一條白色 可以遮你的臉啊 也是齁 然後它後面是有一個 可以綁起來的 耳背看起來上還蠻不錯的 感覺就是這也可以當勇衣照上 又是一個可以帶去海島國家的那種感覺 第一次褲 沒認真走性感的可以移動 沒地方沒有包住 真的很丁捏 現在潮流就是要露屁股啊 如果你要拍個露屁股照 純丁字褲還不錯 對 然後我再換下一件 我有看到它一件照上還蠻漂亮的 所以黑白色都有 它下巴還蠻美的 還蠻有質感跟性感的感覺 你這樣好搭喔 真的嗎 它這還有那個綁帶 也可以當睡袍 也可以去海盜國家 又是海盜國家了 海盜國家好忙喔 去海盜國家帶的東西好多喔 然後這件 蕾絲真的很美欸 它摸起來還不錯 它的親膚感感覺是真的還不錯 就是你知道我會講遮陽 但事實上就只是想要搭個 穿搭感跟開心感 對啊 我覺得蕾絲的感覺就是 會讓女生覺得自己很性感 男生可能沒有愛 真的嗎 下次我老公 想要趕快把你脫掉欸 他就是多這個還好吧 那男生也是視覺動物啊 對啦 但是他視覺是看你本身的條件啊 我不知道男生看完之後 可以給點評價 反正那麼多男生進來看勾 這個真的還蠻美的欸 就是這樣看來 對啊 就是走一個女生自己拍照的時候 想要看到這個感覺的 我跟你講蕾絲照餐真的很好用 就是白搭的 我覺得照餐真的是很好用的東西啊 尤其去海島國家 我覺得照餐不太會退流行的欸 欸你在那邊這個畫面還蠻美的欸 畫面整個增加吸睛度 往紅路線的那個照餐 而且我覺得這個就是不挑身型 性感的味道 其實白色黑色真的都還蠻美的 對啊 生活的那種婚紗 感覺這個也可以搭配 欸真的欸 生活婚紗 然後孕婦寫也很適合拿這個來用 你現在孕婦寫真的都要這個路線 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你就會買下來擺著 不會吃虧 我覺得蕾絲的好處是 弄髒不明顯嗎 對 弄髒不明顯 我原本以為白色不搭欸 因為我裡面穿深色的衣服啊 結果剛才就是 把我姊這個印脫下來 穿在自己身上 我姊就說我整個很貴氣 我也覺得耶 妳做上去好美喔 裡面的身色也很美欸 對啊 意外的有修飾感 這件真的可以 這件可以 好了今天試穿完了 算是一個多元的內衣網站 人體上來說有比想得更好 因為有些本來放在那邊我不會特別想穿 但是穿起來感覺真的就是還不錯 如果大家覺得還不錯的話 也可以去訂來再加試試看 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